國際進口博覽會在上海國會戰中心舉行 國家主席習近平亂同同國政商離走出席 習近平發表主席現況 多次提到共和英國中一部開放極制 反對部會主義和單面主義 立法土放股主席 百花齊放股 充滿 面對環球經濟局勢不穩 習近平表示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 抱怨將老闆的態度 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個小池塘 方方舟人 可以先分小池塘 但不能先分大海 習近平表示中國會進一步擴大開放 會在不方便的大領導 會過主動擴大進口 中國將經濟將不關稅 其生通關變化 消遣經濟環境正式 國家態度化經濟遍不上 新營害新國食環 另外亦都會旺盤市場進入 減少投資限制 中國亦都會打造對外開放的新營機 支持自由行易事業區域深化改革創新 並推動多邊同順邊合作深入發展 習近平有強調加費投資分會出台 應將停留的影響環境 中國將保護外資企業和法庭 以建篇依法整理 情犯外省和法庭 特別是 情犯知識產權和行為 提高知識產權 審查質量和審查效果 習近平又說 國大進行貿易不是權以之計 預計中國未來15年的進行商品通局 可以增加到30萬億美元和10萬億美元 習近平又說 國大進行貿易不是權利之計 預計中國未來15年的進行商品通局 預先進行改革的防控控控控控控告 一斤結實記者 在上海報導 詹畢疫息已出發後 國家主席執行動體 近平該國的力道人 參與國內多個地區 了解各國的香港發展成就 和特色優勢產品 即一平主動國方 已參加準備委會計劇 跟進行動作 向對華進行優勢產品 奉承中國市場 或許中國消費者抵抵抵政策的需求 隨後他們也參加了中央國 當美国陸投企業包括谷歌 美元也有參加 美元出馬人開始 甚至多上海出席文化